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一樣要來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友會 那今天我要來去拜訪一位居住在南半球的朋友島上 我想帶大家去看一下南半球現在是什麼樣的情況 因為聽說現在那邊是冬天在下雪 加上我有看過他島上的一些圖片 我覺得超漂亮的 我也想介紹一下他島上的景點 還有他島上的住民給大家看一下喔 那我還準備了伴手禮 這是我島上的特產 這個裡面裝的都是阿一的海報 待會過去我就會送他阿一的海報當作紀念 那我們就來出發吧 哇 超漂亮的 綠島 他的島叫做綠島 但應該不是指台灣這邊的那個綠島 因為我這個朋友我剛認識他不久他就跑去澳洲打工度假 在那之後他就直接留在澳洲那邊生活了 他的綠島應該就是指澳洲那邊的綠島 我猜啦 好 我要交給他這個阿一的海報 我看一下我應該從哪邊開始逛起了 看來他的島左下角這邊 就是居住區阿各種的設施全部都集中在左下角這裡 我先從上面這一塊開始看齊好了 喔 都是桃子 然後兩邊都有這個燈 和風的 中間放個噴水池 這個直接上去是什麼 神社的感覺 而且是他自己的房子 旁邊還有電線桿 現在一路走過來超漂亮的 好像要到一個神社 旁邊還有石燈籠 然後這邊和風橋 那我再來往左邊這裡 喔 這裡是什麼東西 哇 放了好多樂器喔 然後琳瀾花 好啊 星座物 再放個營火 這個營火在這裡感覺好像要進行什麼奇怪的儀式一樣 哈哈哈哈 旁邊還有護城河 怎麼圍起來 這裡看起來就很可疑啊 然後他旁邊這個塔 這應該是塔吧 然後跟這個拱門啊 這個應該是秋天的時候會有的 那因為我們北半球在春天的時候 他們在秋天嘛 那我們現在在夏天 他們在冬天 哇 這裡好多花喔 然後自由女神像 哇 都是黃色的花耶 像我的島都種紅色的 他的島都是種黃色的 而且雪地踩起來的聲音很不一樣 像沙沙的感覺 這邊有溫泉 欸 這個好漂亮喔 這邊的滴木 這是什麼花啊 紅色粉紅色的 然後上面還有一層雪 哇 這邊有雪人欸 這雪人應該也是DIY之類做出來的吧 我不曉得 他這個顏色好棒 好統一 好好看 衝浪板啊 然後椅子啊 泳圈啊 超讚的 這是什麼 啊 這個 這是貝殼的椅子之類的 這個DIY我還沒學到 可惡 瞧瞧一直不教我 下雪的椅子樹 因為椅子樹給人家一種很南洋 就是很陽光的感覺 然後上面都是雪 我就覺得 好難想像喔 好 接著我繼續往右邊走 哇 這上面有池子 這個池子的設計好像蠻有趣的 我上去看一下 這邊有樓梯耶 可以通到這個秘密海灘 都是為了那隻狐狸啦 我也是因為那隻狐狸害我 在這周邊的那些景觀 全部都要重置 真的超煩的 呃 卡住了 仔細看地上這個是冬天的雜草 冬天的雜草好漂亮 喔 感覺就可以放著讓牠長 然後這邊有一大堆高科技產物 哇 這裡是什麼 好漂亮喔 這個地板 天啊 這地板超漂亮的 我等一下看能不能跟牠要到這個地板的序號 然後我放在那個資訊欄給大家好了 這太好看了吧 然後這些庭園石 然後這個盜版的 發光的藍石頭 好漂亮喔 這裡 哇 這邊又有雪藍藍 這邊有一個熔掉的 雪哥哥 居然可以跟牠們講話欸 好酷喔 綠島歡迎你 今天是你生日 所以你是 喔 我懂了 牠今天才剛做出來 所以牠很完整 然後這個是已經快死掉了 天啊 突然有點感傷欸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天啊 這個雪人 做出來只有短短幾天的生命 這裡好可怕喔 這裡是發生什麼事了 大概死了多少人這個島上 是發生過戰爭嗎 我發現在島上供奉了好多可怕的東西 哇 好多金玫瑰喔 這邊有個燈塔 黑白色的燈塔 好看 這邊也都是白色的 哇 哇 這個小池子做得好好看喔 哇 這邊進來有好多水果 我已經看不到我自己在哪裡了 這樹好多 這水果搖下來應該也很難找到那些水果掉在哪吧 然後這邊這一區都是竹子 竹子的家具 冬天的竹子顏色不太一樣欸 好漂亮喔 這裡也有墳墓 這個島怎麼感覺充滿了靈異跟一些奇怪的宗教 然後這邊的橋 好 這邊和風 哇 在一堆粉紅色的花旁邊放兩隻大熊熊 這個好夢幻喔 然後這邊野餐人 這邊還有花車 這裡還有這個木馬 這個是他的採礦區 採礦區 這裡有個兵馬俑 在這邊固守 在採礦區看來是沒有打算給人家進去的意思喔 那我進去他的房子裡面看一下 他家裡面的裝潢吧 喔 天啊 感覺又在進行奇怪的宗教儀式 來去其他房間看一下 這裡看起來就正常多了 在冬天裡待在這樣的房間裡也就感覺很溫暖啊 這邊看起來跟剛才一樣就是走很溫馨的感覺 喔 我好喜歡這樣子喔 顏色很統一 然後就是這種 大地色 感覺就很舒服 但為什麼大廳是這樣子呢 這個是楓葉的牆 紙跟地板 欸 我這種榻榻米的地毯可以買嗎 我怎麼都沒有買到過 因為我自己本人是個很喜歡紅色的紅色控 在這個房間看了我就是非常的開心 但我們北半球要拿到這些傢俱 應該要等到現在是幾月六 六七八 要到九月才會有啦 慢慢等吧 喔 二樓這邊整個是走日式風喔 上面這裡有好多KK的唱片喔 顏色也都很好看 這就是非常日式的 最後是地下室 哇 顏色很日式的 它整個就是走和風路線的喔 這邊可以下圍棋啊 和氏椅 然後這些東方的矮櫃 顏色也都搭得很好看 噢 這些屏風都超貴的 這一個好像有14萬是不是 我目前只有拿到一個龍了 其他都還沒有買到過 改天來跟他摸摸一下 有五世道耶 這就是一個很貴的房子 上面這個中國的 中國式的吊燈 這個也很貴 等一下 冷氣為什麼有這種顏色的 你看牆上這個冷氣 這感覺好像是木頭製的 好高級喔 給他拍個手 除了這個大廳很詭異之外 其他房間都很好看 好的 那現在島上已經逛完一圈了 那接下來我要來拜訪一下他島上的居民 馬上旁邊就有一隻犀牛 阿端 愛你 謝謝啊 不要忘記關火啦 甲洛斯 去自戀戲了 喔 好啊 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應該會賣一些冬天的商品 就像我們現在北半球有一些夏天的商品一樣 張麗娜的家 張麗娜就是一個粉紅色章魚 所以我猜房子應該就是一堆粉紅色吧 果然 我以為張麗娜是元氣系的 原來她是普通系的 她剛才瞬移耶 直接躺在門口再浮到床上去 喔 是住樣品屋的蓮蓮 蓮蓮真的好大隻喔 我吃過囉 但是我現在看到蓮蓮我只會想到那個 嚴肅英語上面有說的過 蓮蓮就是 巨巨巢 今天好愛看顏肅英語 超好笑的 看起來是成熟系的 所以她這個是走歐爺樓風嗎 哇 歌舞技 她好像是不是貓科裡面 少數的暴躁系角色 跟你太不搭了吧 整個和風然後講英文 歌舞技的房間其實有點好笑 在這裡有一個日式的敦式馬桶 歌舞技她曾經有到我島上來錄影 可是那時候我沒有邀她進來 不然我現在島上可能有八隻貓了 喔 是個乳牛欸 喔 好啊 好啊 這剛好我沒有學過欸 開心 欸 但剛才的幾個家 他們怎麼家裡都沒有擺音響 而且看不出來她房子有 被塞一些蟲還是魚的痕跡 然後都沒有音響 喔 對喔 還有如意欸 好看 是普通系的 我想說她的裝扮應該是成熟系的吧 我覺得如意太適合住在她的島上了 因為就是有一種 詭異感 哈哈哈哈 喔 兩位在這邊 先跟阿龍講話 我好多朋友家裡都有阿龍喔 因為她就是那種 怪到讓你想要把她 咬到島上的那種 我覺得跟張丸丸是同一個等級的 然後是查克 好可愛喔 這個 她的那個眉毛 然後她的那個角 整個配色就是超可愛 讓我想到我的伊布 好啦 最後就是我剛才有被推薦要去他們的商店看一下 所以我要來去逛一下他們的商店 應該有一些冬天特別的商品 你看看這裡有在賣這個電暖器耶 我要來買一個回去好了 來 然後這個紅色的收音機 我也沒有紅色的 買一個 好啦 這次的訪問就到這邊結束啦 剛好有這個機會來介紹一下這邊的現況給大家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感謝收看 掰掰 按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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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讚